霹雳珠宝一带的居民连日来不断受到老虎出没的困扰 而这个烦恼终于在大年初一画上了休止符 因为扰民的老虎已经在昨天落网 霹雳野生动物保护局在接获头报后前往乌鲁光设立陷阱 不到24小时就成功捕获了这只重达156公斤的6岁老虎 消息一出珠宝一带的居民都松了一口气 而这只老虎随后被带回宋西国家野生动物拯救中心 健康状况良好也被执法当局取名为Yobkwang 意思是小流氓抑制它干扰民众的行为